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提亮呢 我给大家展示一个提亮吧 高光是这个MAC的 鼻子这儿打上 鼻头这儿打脸 然后嘴唇这儿打脸 然后下巴这儿打一点 然后脸这儿打一点 高光都打了 那就打侧影了吧 我这么些年就没换过侧影 一直是这一盘 侧影真的太精重 其实好多人不都侧影喜欢这样子扫吗 我不是 我扫侧影 就是得扫一个圈 我喜欢这样扫侧影 如果这样扫的话就会显得脸颊就是陷进去 然后我喜欢整体脑袋能小一圈 但是脸还是鼓出来 有少女感一点吧 所以我都不会往这里面这样扫 都是这样扫侧影 我总结了一下 为什么我化妆总是无效呢 可能是我眼妆不敢下重手的原因 我今天就来画一个比较重的眼妆 用这个眼影盘是卡斯兰的 一个珠珠的离合 浅色的开始画吧 先用这个 多画一点就行了 然后用一个这个颜色吧 这个深色一点的 涂中间部分 加底下一点就不大面积的扫了 然后画眼尾的部分 也会换一个小一点的刷子 咱们这个妆是秋冬色系的嘛 我觉得秋冬就跟棕色栗子色之类的有关 提色就用这个颜色吧 画眼尾 然后下眼瞼也画一些 下眼瞼拿这个颜色中和一下吧 专业了 两个颜色混搭 也给下眼瞼照画一点 哇太有效了